历朝通俗演绎 第一部 前汉篇 作者 蔡东藩 播讲 夏秋年 第十三回 税烟将司族救亡 入赵宫叛臣施主 李良入宫施主 却说张楚王陈胜曾派遣魏国人周氏向北攻打魏帝 蔡柱见前文第十回 周氏率兵赶到狄城 狄城县令准备聚成固守 已故齐王遗族田丹本是城中一名守卫 他与唐帝田荣田衡等密谋自立 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 田丹假装把家奴捆住 说他有通敌行为 亲自率人把他押解到县署 请县令定罪并杀死这个家奴 县令不知事迹 贸然出来审讯 被田丹拔出宝剑杀死 蔡批也与向梁相类 怪不得与梁同死 田丹于是招来豪门官吏子弟 当面告诉他们 现在诸侯都背叛秦朝而自立 我其人如何能落后 何况其为谷国 由田氏为主上百年 我是田氏后代 理应当其王 光复旧物 众人都没有表示异议 于是田丹就自称齐王 招募了几千个士兵 攻打周氏 周氏经过卫帝 没有遇到过激战 突然看见其人奋勇杀来 料之不便轻敌 于是就领兵后退 田丹击退周氏的军队后 威名逐渐大了起来 他便派遣田荣 田衡等人 分头出去招降安抚 其人正因秦法暴虐 追怀故国 听说田丹称王 自然踊跃投诚 周氏退回魏帝 魏人也想推周氏为王 周氏凯然道 天下混乱 才能见到忠臣 我本来是魏人 如果要立王 应该立魏王的后人 这样才算是忠臣啊 刚好听说魏公子舅 投笑陈胜麾下 周氏就立即派人前去迎接 陈胜不肯将公子舅放回 周氏再三请求 直到派人来回跑了五次 陈胜才允许公子舅返回魏国 立为魏王 于是周氏做了魏国的丞相 辅助公子舅处理政事 当时中原已有 楚赵齐魏四国 当时还有一个燕王 看官倒是何人 原来就是赵将韩广 蔡柱见钱文第十回 赵王武臣派韩广攻打燕帝 韩广一进入燕境 各城望风归附 燕帝于是被平定 燕人想推举韩广为王 韩广也想拒燕称尊 只因家属还在赵国 况且还有老母在世 不忍让他们死于非命 所以对众人推辞 不敢相从 燕人说 现在楚王最强大 还不敢加害赵王老母 赵王又怎么敢害将军的老母呢 将军尽管放心 不妨自主 韩广见燕人说的有理 便自称燕王 赵王武臣听说这件事 就与张尔臣于商议 张臣二人认为 杀一个老妇人没什么益处 不如让她回燕国 向韩广示意恩惠 然后趁她不备 再攻打燕国也不迟 武臣也同意这么做 就派人护送韩广的母亲和妻子回燕国 韩广能与骨肉亲人相见 当然非常高兴 于是后代绕使 并派人前去道谢 赵王武臣想侵占燕国 于是亲自率领张尔臣于等人 驻扎在燕赵交界的地方 这事早有探子报知韩广 韩广担心召兵入境 令边境戒严 增加士兵防守 张尔臣于得知燕国有准备后 就打算请武臣南归 然后从长计议 偏偏武臣却志在得燕 不肯空手而归 张尔臣于也无可奈何 只好随着武臣仍然驻扎在那里 只是彼此分立营帐 出有事开会外 各守各营 未曾同住 过了两天 武臣独自突发奇想 竟想偷偷潜入燕国边界 窥探虚实 他只是担心张尔臣于二人反对 就干脆不与他们商议 自己放大了胆子 改装一服 扮作平民模样 带着几名随从 进出营门 偷入燕镜 燕人日夜巡逻 遇到闲人出入 都要仔细盘查 才肯放过 冒冒失失的赵王武臣 不管什么好歹 闯了进去 结果被燕人拦住盘问 武臣回话支支吾吾 燕人觉得可疑 其中还有韩广的亲兵 奉令驻守 明明认得武臣 就大声叫道 这就是赵王 快快拿住 话音未绝 守兵都想争弓 便七手八脚来绑武臣 武臣还想分辨 那铁链已经套上头颈 好像凤阳人耍猴 随手牵去 蔡匹 旧游自取 其他的仆从多半被拘禁 有两三个较为雕华的转身就走 逃回赵营 把这件事报告给张尔陈渝 张尔陈渝听了大吃一惊 循私设法营救 商议了很久 也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 只好选派辩士 前去说服燕王韩广 表示愿意用金银珍宝赎回赵王 使臣返回后 报告说 燕王索要赵国一半的土地 才肯放还赵王 张尔说 我国的土地本来就不多 如果再割去一半 那就国不成国了 这事怎么能答应呢 陈渝说 韩广本是赵王的臣子 没想到他如此无情 况且以前赵王曾送还他的家眷 他理应感恩才对 现在应当写封书信指责韩广 让他反省 万不得已的话 也只能让出一两座城池 怎么能割去一半呢 蔡丕 书生迂腐之论 张尔愁愁一会儿 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得写好书信 再派使者送去 谁知等了几天 咬无音信 再派数人前去打探消息 仍不见回报 到后来逃回一人 说燕王韩广贪婪暴虐得很 非但不答应我们的请求 反而把我们派去的使者陆续杀死了 张尔 陈渝听完报告非常恼怒 恨不得立即率领布众杀入燕国境内 把韩广一刀劈成两段 但转念一想 投鼠忌气 如果想要与燕国开战 胜负难料 反倒会先送了赵王的性命 两人急得抓耳挠腮 苦苦思考了两三天 还是没有想出什么良策 正在这时 忽然听到帐外有人报告说 大王回来了 张尔 陈渝又惊又疑 急忙出营探看 果然看见赵王武臣安然下车 后面还跟着一个车夫 从容进入营帐 张尔 陈渝二人似梦非梦 不得不上前相迎 把赵王拥入营中 详细询问情况 蔡批 我意急欲问明 武臣微笑着说 二位疑问车夫便知 于是车夫便将营救赵王的过程详细的讲述一番 赶车的人原本是赵营里的一个小兵 在营中当火夫 除烧火做饭外 没什么别的特长 听说赵王被抓 张尔 陈渝两位将相束手无策 他却对同事们说 我如果进入燕国 保管救出赵王 把他平安再回 同事们忍不住笑着说 你难道要去送死不成 是想十多名使者奉命去燕国都被杀死 你有什么本领能救赵王 这个小兵不和他们多说 就换了一身装束 悄悄前往燕营 燕兵当即将他抓住 小兵说 我有要事来禀报你们的将军 不得无礼 燕兵不知他有何来历 倒也不敢绑他 只好领他进入营帐 小兵一见燕将 作了一个长衣 便开口问燕将道 将军知道臣为什么来吗 燕将反问道 你是什么人 小兵回答道 臣是赵国人 蔡批 执任不会 却是有胆有识 燕将说 你既然是赵国人 无非是来做说客 想把赵王迎回去 小兵反问将军道 将军知道张尔陈瑜是什么人吗 燕将说 这二人是有些名气 想必他们现在也束手无策了 小兵又问 将军知道他们的心思吗 燕将答道 不过是想赢回赵王 小兵哑然失笑 吃吃有声 蔡批 好做做 燕将愤怒的说 有什么好笑的 小兵回答说 我笑将军不知敌情 张尔陈瑜与武臣并配北行 拓手得到赵国数十成 他两人岂能不想称王呢 只因刚刚得到赵帝 不便争夺 论起年龄资格 应推武臣为王 所以先立武臣 好暂时稳定人心 现在赵国已经稳定 二人就想平分赵帝 自立为王 碰巧赵王武臣被燕国抓住 这正是天赐良机 满足了他俩的心愿 他们假装派遣使者索要赵王 心中却巴不得燕人下手 立即把赵王杀死 他俩好瓜分赵国 自立为王 然后合兵公宴 以报仇的名义 使人心振奋 何仇战无不克呢 将军如果再执迷不悟 中了他俩的轨迹 燕国很快就会被赵国灭了 蔡批 三寸蛇 咸鱼十万师 燕将听了 频频点头 等小兵说完后 便道 你的意思还是放还赵王为好 蔡批 正要你说出这句 小兵说 放与不放 全凭燕国 臣怎么敢多嘴呢 但是为了燕国考虑 不如放还赵王 一来可以打破张尔臣渝的轨迹 二来可使赵王心存感激 就算张尔臣渝逞雕 有赵王从中牵制 他们哪还有机会图谋燕国呢 蔡批 明明为自己祭 反说为燕国祭 真好利口 燕将于是告知韩广 韩广也信以为真 于是就放出赵王武臣一礼相待 并给赵王一辆车 让这名小兵驾车护送武臣回赵国 张尔臣渝绞尽脑汁 反而不如小兵一张利嘴 听了以后也觉得惊叹不已 于是赵王武臣决定拔营难归 返回邯郸 恰逢赵将李良回来说 已经攻下常山 瞎注 常山在金河北省石家庄一带 三国名将赵云就是常山人 因此他经常自称常山赵子龙 常山在秦朝时叫恒山 但到了汉朝时需要避汉文帝刘恒的会 因此改名为常山 这就意味着避讳不光涉及人名 也涉及到地名 赵王又派李良前去攻打太原 进兵到了井行 井行是著名官赛 显要得很 秦朝用重兵恶手 阻挡住李良的军队 李良率兵到了官下 正准备进攻 有秦史到来 地上一封书信 新封口没有封住 李良顺手取出信纸 只见上面写的竟是秦二世的御旨 大义是说 皇帝赐遇赵将李良 李良以前曾经试赈 获得显贵 应知赈待遇之龙 不应相负 今来被赈试赵 有为臣义 若能幡然之悔 弃赵归秦 赈当赦良罪 并与贵决 赈不食言 李良看完 不免心生疑惑 他以前做过秦朝的官员 但由于官职太小 因此就归附了赵国 这次二世来信许次官决 他究竟是侍赵呢 还是侍秦呢 哪里知道这封书信并不是二世写的 乃是守官秦将假托二世御旨 诱惑李良 而且故意不将书信封口 使此信容易泄漏 传入赵王耳中 想令他与赵王彼此怀疑 这就叫做反见计 李良不知事迹 想了好久才打定主意 于是遣回秦始 自己率兵回邯郸 先到赵王那里申请增添兵马 再做打算 一路行来 离邯郸还有十多里时 远远的看到一簇人马吆喝前来 当中拥着御驾 前后有雨扇遮蔽 男女扑从环绕两旁 很有些王者气象 李良暗想 这种仪仗 除赵王外还有何人呢 于是纵身下马 俯首路旁 那车马急驰而至 轻刻间一到李良面前 李良不敢抬头 俯伏在地 嘴里说陈李良见驾 话刚说完 就听见车中传话 叫他免礼 李良这才敢抬起头来 大概看了一眼 谁知车中坐的并不是赵王 而是一个衣着华丽的妇人 正要开口询问 那车马已经风驰电车一般向前跑去 李良勃然大怒 询问手下 刚才经过的车中究竟坐着什么人 有几个人认的是赵王的姐姐 便据实相达 李良羞惨满面 恼怒的说 赵王的姐姐也敢这样吗 旁边有一个手下接口道 现在天下大乱 群雄四起 只要才能出众便可称尊 将军威武盖世 胜过赵王 赵王尚且优待将军 不敢怠慢 王姐乃一介女流 反而敢昂然自大 不下车给将军行礼 将军难道屈身妇人不想学耻吗 这几句话激怒了李良 李良越想越觉得愤愤不平 于是下令说 快追上前去 把这个女人给我拽下车来 一切我恨 说着便纵身上马 加鞭快走 步众也继续前进 赶了几里地 居然追上了王姐的车马 李良大声叫道 大胆富人 赶快下车 王姐车前的侍从 本来就没有什么骁勇 不过摆个场面 表示慈微 看见李良率兵赶来 料想他不怀好意 全都吓得战战兢兢 有几个胆子稍大的 以为李良不认识王姐 因此撒野 于是扯开喉咙大声喊道 王姐在此 你是何人 赶来戏舞 李良呵斥道 什么王姐不王姐 就是赵王在此 难道敢轻视大将不成 一面说 一面拔出佩剑 横扫过去 砍倒了好几个人 步众又扬声助威 煞时间把王姐的侍从 全部吓跑了 王姐喜欢喝酒 这次出游郊外 正是为了饮酒 他已喝得最熏熏 所以刚才遇到李良 以为是普通小利 就没有下车 偏偏弄成大错 蔡批 邯郸城内 岂无美酒 且身为王姐 何求不得 一定要出城秘隐 真是自来送死 狭路中碰着冤家 侍从逃散后 只剩下王姐 独自一人 微坐车中 正想设法逃走 只见李良 以跃身下马 伸出 蒲扇一般的大手 向他抓来 他身不由己 被李良抓出摔在地上 爹得半死不活 蔡批 是喝酒的回味 头发也散了 身子也疼了 泪珠也流下来了 索性拼着一死 痛骂李良 李良正在气头上 怎肯被他辱骂 便举荐一挥 结果了王姐的性命 蔡批 好去做女酒鬼了 杀死王姐后 李良自知闯了大祸 便决定先发制人 趁着赵王还不知道 一口气跑到邯郸 瞎平 这就叫一不做 二不休 邯郸城内的守兵 见是李良回来 当然放他进城 李良赶到王宫 寻找赵王武臣 武臣毫无防备 见李良率众进来 不知为什么事 正要开口向李良问清楚 李良一把剑砍到 武臣一时来不及躲闪 立即被劈死 宫中未逝 遇到突然变故 纷纷逃跑 李良又在宫中搜杀 把赵王武臣的家眷 全部杀死 然后再分兵出宫 前去追杀赵国大臣 左丞相邵骚也很冤枉 死于非命 蔡丕 不良如此 如何明良 只有右丞相张尔 大将军陈瑜 得到消息后 溜出城门 才免遭毒手 二人一向威望甚高 为众人所佩服 所以从城中逃出的兵民 陆续前来归附他俩 才过了一两天 就聚集了几万人 二人便想把这些兵民 编成队伍 再去邯郸 替赵王武臣报仇 张尔的门客献祭说 你与陈将军都是良人 住在赵地 赵人未必诚心归附 为你们的以后打算 不如寻访赵国君主的后人 立他为王 由你们二位辅佐 导以仁义 广为号召 才能扫平乱贼 成就大业 张尔觉得此技甚好 就转告陈瑜 陈瑜也表示赞成 后来找到已故赵王的后代赵歇 张尔陈瑜立赵歇为赵王 暂居信都 瞎住 信都在今河北省邢台市 那时李良已占据邯郸 逼迫居民尊他为王 部署手下征募士兵 得了大约一两万人 就准备前去攻打张尔陈瑜 刚好听说张尔陈瑜立赵歇为王 向赵帝发布席文 料他们必来报复 便决定赶早发兵 攻打信都 抢占先机 注意已定 当即率兵前往 日夜兼程 张尔陈瑜正想攻击邯郸 恰巧李良前来挑战 便由张尔守城 陈瑜出去迎敌 安排妥当之后 陈瑜领兵两万 才走了几里 就与李良相遇 两军对阵 兵刃相接 交战不久 李良的部下 已经多半离叛 四散奔逃 看官听说 师出有名 就可以理直气壮 反之士气不胜 这本是兵法家的横眼 李良身为赵臣 无端生辩 杀死赵王 并把赵王的家眷 也全部杀死 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时局虽乱 公论难逃 人人视李良为乱贼 不过当时 邯郸城内的百姓 无力反抗 只好勉强顺从 李良还自明得意 率领部众攻打邯郸 怎能不败 张尔陈瑜 本来就有些名声 更何况这次出师 纯粹是为主报仇 光明正大 二人又拥立赵歇 不让赵国绝后 深得赵帝人心 因此众将士同心同德 一起杀上去 李良抵挡不住 部下四窜 各自逃生 陈瑜见李良败退 乘胜追击 杀得李良军队七零八落 人仰马翻 李良逃命要紧 奔回邯郸 他还担心陈瑜前来攻城 自己支撑不住 不如依从秦二世的来书 投降秦朝 当下派将守城 亲自率亲兵数百人 直奔秦将张寒营中 屈膝求降去了 小子有失勇道 人心叵测最难防 携人公然是赵王 只是于情中卫服 战场一股便逃亡 欲知张寒驻兵何地 代致下回续名 蔡厚平 赵王武臣 唯一焉所居 张尔沉鱼二人 结毕生之智利 终不能迎还赵王 而大功反出一私足 瞎住 私足就是小兵小足的意思 可见赵吏之中未尝无才 但为君相者不善仿求耳 瞎住 赵吏为衙役 即衙门中的差役 史称私足驾车在赵王规 不露姓氏 因私足救亡以后 未得封官 仍然被埋没不彰显 故其姓氏无从考据耳 府有救主之大功 而不知特别着生 此赵王武臣之所以最终灭亡也 赵王姐出城游宴 得罪礼良 导致杀身 并致亡国 古今以来之破家复国者 往往由于富人之不贤 然亦由君主之不知防贤 认其所为 因而导致酿成巨信 瞎住 第一个贤是贤惠的贤 第二个贤是无所事事的贤 防贤就是要防这些皇亲国妻 无是生非 巨信是指巨大的争端 因为信就是争端的意思 新朝有一项罪名 叫做寻信滋事 其中的信就是争端 所以这个罪名用大白话来说 就叫没事找事罪 故武臣之死 信由王姐引起 实及武臣自取之也 于一里凉乎何诛 瞎住 何诛的诛在此处不是指诛杀 而是指责备 整句的意思为 这场灾祸实际上是武臣就由自取 而不应责备礼良